命運真酒過榮的廚棚 一山一粒甘思猶亂 沒的山 遠一山逢風 也能讓我看龍目 希望天空 聽運的路 過山青 唱無聲的歌詩 一日一日 都唱到斷 當時 過去人風風 今今夜是看龍目 上身為你 酒運的路 如今的孤山 幾夜公月青 浸透露水 才知道他的事 風吹斷山 免願願歪 頭髮火火 免拍攝 他用意想 等一天 火開 天空千 寶冰願歪 時間 火火 免透露 他用意想 等順風來追 風吹斷山 免願歪 頭髮火火 免拍攝 風吹斷山 免願歪 頭髮火火 免拍攝 冰願歪 前哭 尼曮茲 尼�Gruder 韋傑angeeél 滟眼歪 尼曇 不是啦 你等我一下 你一招 我給我騙 歡迎媽媽 阿瑪老師 可不可以從副歌開始 幫忙一下 你用一生 但一天會開 煙粉千步免來洗 時間會會不要浪費 你用一生 但春風來吹 抱一下媽媽吧 謝謝 媽媽真的彈電很有力 我覺得這跟她的人生 跟她的構成都有關係 她從她所有北來的那種勇氣 在歌聲裡面彈電 我覺得夢想很像媽媽 總是把快樂帶給大家 但是這個表面並不是假的 這個表面是妳的建築 所製造出來的 媽媽勇敢的駕達 證明你們這兩個孩子 日後不可思量 不可思量的一個未來 這個真的就是媽媽 她所呈現的勇敢 呈現在你們兩個身上的 讓我們看到了 帶給我們的歡樂的 這就是媽媽成功的所在 真正大的勇敢 就是剛剛媽媽 從那個舞台上走出來的時候 就是很像那個 夢醒的哥哥呢 出場的樣子 其實就是妳把這兩個小孩子 教的就是很有一種彈性 這個彈性是什麼 就是不管面對開心啊 不開心這個事情 都很有一種能量可以面對 這個就是夢醒啊 即使沒有過二十關啊 然後依然在舞台上的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 那我覺得今天媽媽的出現呢 其實也就是讓這首歌啊 女人的故事這首歌 很完整的表達 因為這個爸爸那個時候 你國中過世之後 就他一個人撐起家計對不對 是 因為那時候 應該這麼講啦 我媽媽她從小她家境非常的好 她在家裡可以說是千金小姐 哎呀 千金小姐 這樣 從雄家來到小琉球 在鎮家的地方 是 但是 途中就剛好遇到了爸爸 因為他 我們家原本以為 一開始是在開瓦斯行 也是過得還不錯 但是後面幾年呢 因為有其他的業者 競爭 競爭 小姐競爭 結果爸爸的事業 就受到了重挫 然後媽媽那時候就逼不得已 他說啊 是啊 這個家庭這樣 五個人要吃 要我 三個小孩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爸爸是這樣 看五個人 他說啊 沒辦法 結果他就一個人 跟朋友借了五千塊 然後到高雄去打拚 那一開始呢 他是先借助在朋友家 晚上呢 到半夜是在女子三溫暖 兼職美容媒體 說美容媒體是那麼好聽 其實說是在抓著 然後白天呢 他就到 為了要賺更多錢 他就有到自助餐店去打工 兼職 對 那時候就做斜槓人生就對了 兼職 兼職 然後 很多 有時候 有些話像有一個記憶很深刻 就是我媽媽像 他為了要再兼更多的工作 然後他也有一次載我去說 欸 我說一小孩 火咬不開了 如果不再來兼職 不可以 然後他就載我一個人去 又去白天的時候去一間美容院 外面寫美容媒體這樣 對 他說這間藍色有在缺人 不然再來 他們看看 然後 你等著等我 然後他就走進去 然後 一下子他突然 很近聽我說走出來 這樣啦 我說 那你是怎樣啦 怎麼會這樣走到這樣 沒有啦 我齁 我齁 認證說要看有 還有缺歧有沒有 那 老闆娘問我說 那你可以做半頭的嗎 喔 其實是黑的 是黑的 然後他就很害怕這樣 那 當時 當時的時候我們是 我是沒有多想 覺得喔 好好玩喔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 耶耶耶耶 還要叫我做半頭 可是這樣過了幾年之後 現在想起來 卻 有點心酸 媽媽在高雄的工作 有比較穩定 穩定 然後她就把我接過來高雄 這邊一起住 那我們一家五口呢 就一開始是先租在一個小套房 大概也不會比我們三立的廁所還要大 這樣我們就在裡面 五個人住在裡面 還會在裡面炒菜 她媽媽說是要生錢 所以他就在外面買菜 在裡面頭上到四樓 在裡面炒菜 然後我就 我就拿在電風 動作抽油煙機這樣 咬出去 咬出去外面這樣 咬出去外面這樣 我們期間也 搬了很多地方 大概 然後期間有住過 漏水的 然後也有鬧鬼的 然後也有凶宅 幾乎什麼都租過 真的是能夠住就好了 對 可是我真的很特別感動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還能讀大學 是啊 因為 要非常感謝媽媽 因為她說 真的 你們喔 做你們的特色 啊 做你們有什麼夢想你下去 啊我 我會把你們排掉的 嗯 不管你們重點什麼困難 只要你們過了快樂 對啊 永遠的支持你們 你看 哥哥跟他們兩兄弟都很好 才有特色 我真的是不容易耶 這樣子一路走來 母親真的太偉大了 對啊 因為她 媽媽 不僅是在這個過程中 非常辛苦 然後又走過了 爸爸跟哥哥的離開 嗯 然後她也很 很堅強的撐了過來 嗯 所以 所以現在就是媽媽 跟你們兩個兄弟 對 跟我們兩個 嗯 兩個 可是你不是有三兄弟 走了 對 有一個走了 所以其實把它想起來 因為從爸爸的 這個事業失敗了 然後 媽媽自己要獨立 養你們所有人 嗯 然後又加上哥哥又走了 嗯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連串 都是很重大的打擊 對 有的人可能會因為一個打擊 她再也站不起來 可是媽媽卻可以 歷經這麼多事情 還可以把這個家撐起來 有些人看了這種狀況 走就算了 對 真的 所以媽媽 媽媽就教會了我 現在 不管是 生活上 或者是 工作 或者是現在我在演藝圈上 不管遇到了什麼困難 或者是打擊 我都一定要堅強 因為媽媽說 不管你回來什麼困難 做人就是要更加快 嗯 要走過 不能放棄 這樣 嗯 好 好